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小瑶和小海呀 我是小瑶 我是小海 今天呢 跟大家说一下 从中场到后场头顶 和从往前到后场头顶的一个步伐 因为之前有很多球友问过我 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做的 今天我来跟大家说一下 具体是怎么样的 其实区别不是很大 只有一点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中间这边的话呢 是这样 直接转身 就往后退 跑一个 再跑一个 这样子啊 好 如果从往前的话呢 就这样子 做完步伐以后 先并一步 再往后退 这个之前为什么要并这一步 也跟大家说过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前面的视频去补补课啊 我做一下 退 再做一个 这样子 这是正手的吧 斜线的 反拍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从这边开始以后 也是并一步 然后这样转身 看没有 并一步转身 其实他们两个的区别就只是从往前就多了一个并步 到后墙再去转身 从中间就直接并步去转身 这个小小的区别 但是大家很多人都没有养成一个习惯 去这样子并 然后再转身 可能很多都是直接转身了 以后就侧身去退了 因为如果你少了这一步的话 如果人家打重复球的话 你就会慢了很多 就这一小步 其实会慢很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小细节哦 OK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步法上还有什么不懂的 都可以评论私信 到时候我都会详细的跟大家出之前的基础步法 往前两点 后场两点的 全场的步法 那些都已经出过了的 大家没看的 去前面补补课哦 大家喜欢看什么 类型的 就比如说是教程啊 或者是喜欢看我们打球啊 这种的 都可以多多评论我们 好吗 这样子我们就能出更多 大家喜欢看的视频给大家 那今天就先这样咯 拜拜 谢谢大家的关注 欢迎大家点赞收藏加关注 爱你哟